萬千聖輝頒獎典禮2021 還有不夠一個星期時間就要舉行了 一眾獎項的五強候選人 這一齊為頒獎典禮的場刊進行拍攝 除了男女角色獎競爭經歷之外 一班新進小生花彈都希望這一年的努力 可以得到公司和觀眾的肯定 所以今年的飛躍進步男女藝員獎 可以說是爭崩頭 尤其是男藝員方面 大家的實力都奇古相當 鬥到難分難解 結果產生最後六強 包括胡鴻君、羅天宇、丁子朗 黃庭鋒、馬冠東和林靜鋒 真的不到最後一刻 都不知道獎項花落誰家 我不敢想 因為去年很多晚上都睡不到 很緊張 因為都挺飛躍下 去年角色不太重 然後去到香港愛情故事 所以覺得去年機會都有 但是豬仔拿了我也很開心 因為大家都很友善 說到豬仔他們都看好你今年是你的了 不是 不是 我覺得胡先生也有很大的機會 這個我想問你怎麼選好兩兄弟 一起欠同一個獎 其實沒所謂 我覺得他也是很飛躍的 因為看到他在十月初五裡面的付出 就是大家都看到 所以其實沒所謂了 順其之意 我也提名了三次 今次第四次了 所以就真的非常之開心 讓公司看到我其實還在進步 但是比起如果有沒有信心那些 我更加興奮的是我的劇 《青春不要念》 1月17日出了 是 所以我自己第一套叫做 主題的劇 單正的劇 雖然第一套那套就比較興奮 是嗎 是 有份提名飛躍進步女藝員的 J.W.王浩怡 雖然是歌手出身 不過今年在戲劇方面 都有兩眼的演出 而對於獎項 他就非常佛 是 沒有 完全沒有緊張 因為我真的當提名已經贏了 所以我已經知道 我猜到自己是無可能會贏的 因為我剛剛在《皮子電》 就跟陳瑩一起合作 我當然要支持陳瑩 我也看到姜麗文也是很厲害的 其實我一直都很勤力 他也很興奮他的演戲 而且他也是喜歡唱歌的 所以我也會支持他們 還有朱仔和家樂 同樣有分國族 飛躍進步女藝員的陳瑩和黃敏逆 對於獎項都是普評不上心 而Jeannie就說自己反而最想獲得最佳衣著獎 我跟了我做營師說的 我說今年好像第一年搞 我們不如贏了他 然後他就跟我說都可以的 但你要先減5磅 我先減少數天 然後我就說 但現在是聖誕 那就盡量 但暫時沒有任何成績 所以不用忙了 有沒有這個心去減呢 這個聖誕 我覺得很難 因為聖誕是我最喜歡的節日 盡量吃 都會只要吃東西的 但可能我平時吃10樣東西 現在可能只吃6樣半 剛剛我也有訪問Jeannie 她說今年有這個Best Dress的Award 你自己會不會想參與這件事 我通常都沒有想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穿衣服又很麻煩 我又怕冷 又怕走光 我最重要是舒服 還有遮蓋自己的弱點 這樣就OK 我是走穩陣的 所以我應該沒什麼機會 我希望她贏 這個不會跟好姐妹爭 這個我一向都沒有爭 爭不贏的局面 加入TVB以來 一直是拍劇為主的鄭子誠 今年第一次正式擔任綜藝節目主持 就已經獲提名最佳男主持 現在還成功殺入最後五強 她說已經當自己獲獎了 曾幾何時 我經常都想 我初初進來公司的時候 我是想做主持的 而不是想做演員 但是奈何的時候 一開始就已經有一個要拍劇 一拍劇 還是做到無限壞的壞人 你沒有幾個見到一個很壞的奸仔 走上去議事做主持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擱置了這個念頭 想不到二十幾年之後 你有這個機會 如果沒有記錯 是第一次真的做一個節目上的主持 第一次就有這種 有一個入到最後五強 我已經當成贏了 基本上我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還覺得不是搞玩東西 又不是愚人志 因為基本上沒什麼可能 因為這麼多前輩在這裡 經驗豐富的思議 我想在電視上我算是一個新人 但既然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他們一起去競逐這個獎項的時候 已經是人生最大的一個經驗 所以已經當成贏了 沒錯 而我們的主播周易偉 今年也憑著旅遊節目 《好掛著日本》 成功入圍最佳男主持最後五強 他除了多謝一班投票給他的幕後同事之外 今年可以參與長康拍攝 也令他覺得別具意義 真的很難得穿得漂亮 而且這次有長刊 我覺得整件事很高興 因為這麼多年的頒獎禮 有一份好像外面來的大型頒獎禮 電影班獎禮 有長刊之餘 今次你有份 我有份 平時有長刊 對 有長刊 關我什麼事 但今次有我的份 我覺得 我有那本長刊 我到時應該 我打算拿三本 一本是給我媽媽保留 一本我自己保留 一本是如果不見了 都還有一本 所以請你們給我長刊 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借這個機會 我可否發表我自己得獎感受 可以 很開心我入獎不強 我其實真的很多謝 投票的朋友 尤其是娛樂新聞台的朋友 因為我覺得 我那天還要自己做過接廠 那天娛樂新聞台有個直播 就是在說五強揭調名單的時候 我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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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大家就說 因為娛樂新聞台實在是人才仔仔 太多人 大家就說 我們一人投你一票 都幫你 拿了不少票員 再加上可能你平時做得好事多 所以我也很感謝 投過我的票 現在剪片的娛樂新聞台台詞幕後的朋友 還有 我想都算聰明了 代表著 我始終是想於這個地方 我能夠代表著大家入到五強 我已經很開心了 我們這麼多台詞幕後 你會繼續努力 有一天你都可以成為到 最佳男主持的張五強 女主持就不要想著 男主持一定可以 同樣以旅遊節目 又為最佳女主持的梁子佩 最近剛剛在外國拍完節目回香港 一完成隔離 就馬上參與這次的長看拍攝 導致她連keep fit的時間都沒有 其實我之前拍《潮上摩托》 飛去六十多天 然後回來隔離的時候 隔離二十一天 我六十多天沒有吃過香港的東西 然後我是不停地吃外賣 完全不知道要準備任何東西 想著終於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突然隔離出來就說 E-Christy入圍 然後我說糟了 我還沒減肥 我還沒去水中 怎麼辦 而最佳男女主持長方面 五強之中 三位東章主持 朱凱婷、吳幸美 和林普來都有入圍 不過候選人名單中 偉偉都是金牌私宜 和口才了得的主持人 要脫穎而出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今年其實入到五強 我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這麼好 其實每一個獎 誰得獎都是一個特別的肯定 但是其他人的付出 我想大家都會好知道 真的感動到哭了出來 我覺得很多回憶 突然湧上心頭那種感覺 所以就 給了孫一孫 對 因為其實做主持 真的不是這麼容易的 你也知道 其實Edmond是一個很好的主持 這麼多年 做主持 見了很多事情 很多不同的故事 訪問 其實我們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今年可以有機會 去入圍 這個最佳女主持 那麼強 我真的很感謝公司給這個機會 我可以 可以入圍 你自己的信心又有多大 其實信心就一定要有 對不對 就是公司這麼好 或者市民投票這麼好 就是能夠入到 可能入了十強 我已經覺得 哇 很開心 原來大家會肯定的 就是投票的 真的 然後公佈五強 我簡直就覺得 嗯 有機 哈哈哈哈 可能有BB好腳頭 哦 都是的 是啊 還有我覺得 就是他 說好腳頭 也可以的話 就是因為有了他 我的人會開心了 開心了做很多事 就再正面了 就是別人叫 是啊 就是量性循環 入圍五強 有沒有留意一下其他對手 我有留意的 是不是 這個風格真的不同 是 就是Patrick Sir那些 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們在做直播 每天他是一個直播的anchor 嗯 那個執生能力是很重要 因為他是在報道一些資訊的東西 所以不可以錯 嗯 我就可以錯 因為我的錄影 但你就不會錯 亂說話 就是剪接房 可以剪掉 所以大家的風格不同 我覺得是 各有各的 自己的角色很重要 是 世君力敵 有沒有想到成素 世君力敵的參與 是啊 參與 誰應該告訴你 其實第一個說給我聽 是黎智山 是啊 因為是去公佈的 是啊 那天去公佈的 怪不得了 他跟著又告訴我 我 就是 私訊給我 然後公司又告訴我 所以 還有 經常在街上 有些人說 我支持你 哦 就是這樣 其實有時候 得到觀眾支持 比獎項更加開心 因為已經很肯定 是啊 其實什麼都開心 因為我們做節目出來 就是給觀眾看的 如果他們看得開心 就是我們做得好 林靜鋒和尤家欣 今年除了有份 一起各族飛躍進步 男女藝員長之外 他們這個組合 還成功晉身 最受歡迎電視拍檔 最後五強 無論戲女戲愛 他們都是名副氣實的 歡喜冤家 我覺得 最有美麗的是 我和你竟然會 最佳拍檔提名 為什麼最有美麗是這個 最有美麗是 竟然和她的 最佳拍檔 和你 和她 我真的不明白 可能大家喜歡我們看 我們鬥嘴 我們經常鬥嘴 我們剛才排舞 做什麼都在互相吵架 在互相吵架 在互相吵架 大家